Hello,大家好,这里是苗妹电影 今天苗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阴尺》 前方高能,男生请谨慎观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女主静香和哥哥正在后院抛澡 然而哥哥这小毛孩居然把手伸向了妹妹的私处 结果手指居然被割伤了 这是什么鬼 都说女人十八,一只花呀 几年后的静香已经变成了窈窕美女 上了大学加入了一个珍藏社团 并坚持把第一次留在婚后 在学校竟相认识了男同学大雄 两人刚见面就暗生情愫 之后的套路大家都懂的 什么看电影啊,野外郊游之类的 这一次两人约在了山上游泳 我说妹子呀,你不是抵制婚前啪啪啪吗 孤男寡女的往往容易擦枪走火呀 果不其然,在山洞大雄就按捺不住了 遭到拒绝后大雄准备把王映上宫 随着一声尖叫,大雄发现自己的弟弟居然断了 而金香也是一脸懵逼 为了弄清情况,金香来到医院检查 然而检查的妇科大夫产生了大胆的想法 居然把手伸进女主的下提 女主开始拼命反抗 结果一声的手指起刷刷的断了 我靠,妹子你是绞肉机吗 随后金香上网查了后 发现自己是传说中的阴尺人 女主惊了,她慌张的找到了备胎卷毛 结果卷毛不怀好意 在酒里下药后成功拿下金香 原来女主的绞肉机只有被迫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两人意犹未计准备再来一发 结果在得知卷毛和同学打赌搞定自己的时候 金香怒了 结果可想而知,卷毛又太监了 之后回到家的女主看到妈妈晕倒在地 而哥哥不管不顾还在循环作乐 甚至出手打伤了爸爸 女主决心亲手教训哥哥 没能忍住诱惑的哥哥很不幸成了太监 就连小弟弟也被狗吃了 影片的最后,女主坐上了一个老头的车 色老头的结果可想而知 看完谁还有大胆的想法吗 好了,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了 关注头像或微信搜索 妖妹说电影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电影资讯 爱你哦,摸摸哒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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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